接下来看第四节 利润敏感分析 主要是两个内容 最大最小值分析法 敏感程度分析法 眼熟不 在第五章 我们项目资本预算的时候 做过详细的讲解 第六章 期权价值平工也有涉猎 这个最大最小值敏感程度分析 当时在第五章 主要研究那个是NPV 经线值 或者是那个内涵报酬率 在这里呢 利润敏感分析 那主要研究肯定是他的 期视前利润 EBIT 那EBIT等于什么 Q乘以P-V-F 那也就是说 其他元素不变 这里面某一个元素 比如说这个单价 升高或降低 它怎么跟着变化 它升高到多少时候 它能为零 还是它降低到多少时候 它能为零 你们猜 这个单价是最大值还是最小值 那第五章学的好知道 这肯定是最小值 单价越高它越高 它不可能降到零 它越低 它才有可能降到零 所以说单价求的是最小值 单位变动成本这些东西 跟它反向变化的是最大值 跟它正向变化的是最小值 这样最大的调法 然后再就是单价 如果上升10% 它上升多少 如果它上升50% 那么单价的敏感 系数就是5 系实现利润对单价敏感系数 就是5 这咱之前在第五章都学过 利润敏感分析的含义 主要研究的是 与分析有关参数 发生多大变化 会使利润转盈为亏 万一亏损了 各参数变化 对利润变化的影响程度 以及各因素变动 如何调整应对 以保证原目标利润的实现 假设的是啥呢 代求变量之外 其他的是不变的 咱就刚才这个式子来说 假如我们算出各因素的敏感系数 假如它是10 它是3 它是0.5 它是2 你就知道 这个是不敏感系数 这是非常敏感的系数 那非常敏感的东西 我们就要着重关注 原来销量对于我们来说 是非常敏感的 它上下1% 这头上下10% 那回头 铺设渠道的时候 消失经理注意了 一定要打开渠道 注重销量 单价什么的呢 都没这个销量敏感 一看这个变动成本 非常不敏感 变动成本上下100% 它才上下50% 这不敏感的因素 我们可能就不着重去管理 着重去关注 非常敏感的因素 要投入更多的管理力量 和管理资源 来 大前提都是 代求变量外 假如我们研究这个单价的时候 假设其他不变 它变了 它会怎么变 那这是敏感系数的一个缺点呢 咱们第五章说过这个问题 因为实践当中 你提高单价 销售量就会下滑呀 你想提高销售量 你就得降价呀 所以实践当中 往往是一个因素变化 会引起其他因素 跟着伴随着变化 牵一发而动全身 但敏感系数分析法 就是这个样子 它就是这样的 就告诉你 除了它之外 其他不变 那最大最小法 研究的是 某一个指标里面的各因素 它的最大值还是最小值 到什么临界值的时候 能使我们代求的目标变为0 在第五章的时候 求是NPV NPV净现值等于 巴拉巴拉什么现金流量 按照什么什么折现 那某一个元素 现金流量升高还是降低 还是折现率升高还是降低 到一个什么程度 净现值为0 当时我给你讲那时候 还用Y等于A加BX给你讲 任何一个函数 左边这个东西 都叫做代求变量 代求目标 右边的什么元素 怎么样变化影响它 那他们之间就可以研究敏感系数 敏感程度 那只不过在这里面 研究的是西式前例 所以说敏感程度分析 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方法 它不是咱们 西式前利润者专有的 还是第五章 净现值分析法专有的 你开心的话 那个成本章节 你分析什么什么成本 用这个方法也可以 那最终的总成本 或者月末的完工产品成本 随着什么什么元素 怎么变 敏感系数多少 也可以分析 没有问题的 它是一种通用方法 那 于代求指标 同向变化的参数 是最小的临界值 为什么呢 EBIT咱看 等于Q乘以 P-V-F 我们公司现在算出来 这个西式前利润是多少 假如我们公司 现在销售量是100万 单价是10元钱 单位变动成本是6元钱 边际贡献总额 这是多少 400万 公定成本呢 总额是100万 那西式前利润是300万 现在我们公司 西式前利润是300万 你说单价 升高的话 我们家利润会变成0吗 那肯定不会啊 单价越高利润越高 那单价变成多少的时候 利润会成为0呢 那咱研究研究吧 单价降1块钱 不行 降2块钱 降3块不行 啊 研究一下 它得变成多少的时候 它为0 这单价求出的就叫做最小值 那单位变动成本呢 显然它变小 它会为0吗 它变得越小 这头越大呀 它变得越大 它才有可能为0 这求的就是它的最大值 那也就是说 它变大 它变小 它变小 它变大 那跟西式前利润同向变动的 那求的都是最小值 反向变动的都是最大值 来 咱们倾一下平 举一个例子 说这个公司 西式前利润 EBIT 等于销售量 乘以单价 减单位变动成本 减去固定成本 按照刚才说的 西式前利润 我们家今年实现了300万 100万的销售量 10块钱的单价 6块钱单位变动成本 100万的固定成本 这么一算正好是300万吧 在这个基础上 算 单价的最什么值是多少 单价肯定是最小值 这试着怎么练 最大最小值法 敏感系数这个方法 都是假设一个变 其他不变 假设 吸水前利润 到零 销售量 你还是100万的没变呢 乘以 单价是位置数 减去单位变动成本是6 其他都不变 就这么解 解出这个P是多少 单价解出来 你会发现 把100万挪过7 除100万的1 加上6的7 单价求出来的值是7 单价求出来的叫做最小值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单位变动成本 现在求的是最什么值 最大值 单位变动成本的最大值是多少 还是怎么列 7 前利润0吗 就零接点吗 其他都不变 单价不变 10块 就变动成本变 它是位置数 减去100万 F 把这个V解出来 你说的是多少 100万挪过7除100 得1 10-1 得9 V 变动成本的最大值是9 那继续研究 Q的最大值还最小值是多少 好 7 欺骗利润等于0 Q 它是位置数了 其他不变 10 减去6 乘以 10-6 乘以Q 减去100万 现在把Q解出来 100万 除以4 25万 Q 的什么值 最小值 是25万 那继续 这里面我再问 固定成本的最大值 这最小值是多少 0 等于100万 乘以10 减去F 解 F等于100万 乘以10-6 那这F等于400万 好 F 等于400万 所以此时 求出这个F是什么 最大值 这叫做 最大最小法 因为 我们这个 吸收前利润这个式子 非常简单 就四个元素 乘合第五个 它比那个净现值 那块好说多了 净现值那个NPV 它不是个固定公式 净现值后面 那个现金流 是多少七 多少 它不是个固定公式 像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咱顺便 把那个敏感系数 也给你讲了 就在这道题上 咱说敏感系数 什么叫敏感系数 咱说单价的敏感系数 就是这么算 ΔEBIT 比成EBIT 除以 ΔP 比P 上面这是什么 ΔEBIT是什么 预期吸收前利润 减去机器吸收前利润 预期减机器不是变化量吗 除以机器的 那这不就是变化率吗 分母是 预期单价减去机器单价 除以机器单价 至少 单价变化率 分子 吸收前利润变化率 是分母单价变化率的 多少倍 这个倍数就是敏感系数 那同理 如果分母除的是 ΔQ 比Q 那就是 吸收前利润 对销售量的敏感系数 那如果这块是 ΔF 比F呢 那就是吸收前利润 对供应成本的敏感系数 那咱们挨个算一下 你看啊 在这个基础之上 咱们研究研究 你说这个式子当中 吸收前利润 对单价的敏感系数是多少 怎么算 咱看啊 在这个式子当中 吸收前利润变化率是多少 从300万变成零是变化多少 变化是300万 但是变化率是多少 预期减机器处于机器 对吧 0 减去300万 这个是不是 吸收前利润得他 除以300万 预期减机器处于机器 变化率 这是多少 负100% 得他P呢 预期是多少 咱算出的是7 预期减去机器 机器是10 除以基础 预期减机器 除以机器 或者是变化之后的 减变化之前的 除以变化之前的 这是多少 负3除以10 上面是 负100% 下面 是负的 30% 那你说 单价的敏感系数是多少 这么一算是3.33333吧 单价的敏感系数 3.33 这不能写等于号 不是单价等于3.33 是单价敏感系数 3.33 那咱下一个 销售量 下一个是销售量吗 不 下一个是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 把这带成 得上微比 在这个式子当中 吸收率率下降多少 下降100% 还是负100% 上面 那你说 变动成本变了多少 变动成本 从6变成9 预期减积7 除以积7 9-6除以6 对吧 9-6除以6 这是多少 50%吧 正的50% 上面是负的100% 负2 所以变动成本 的系数 吸收率率率对变动成本的系数 是负2 那再下一个 销售量 德尔特EBIT 比EBIT 除以德尔特比克 好 那 上面还是负100% 这不是吸收率率率下降了100%吗 那你看它呗 车下降了多少 从 100万下降到了25万 25万是预期数 减去积7数 除以积7数 25-100是负75 负的75% 负100%除以负75% 应该是4分之4 1.333 Q的敏感系数 是1.333 最后再算这个F 我直接就不劣势了 直接就给你算了 这个吸收率率率肯定是下降负100% 下降100% 就是负100% 那你固定成本 那你固定成本呢 从100万变成了400万 400万减100万 预期减积7是300万 300万呢 除以积7 除以积7是100万 最后是3 300万除以100是3嘛 好 上面是负100% 下面是3 那你这是3分之1 等于0.33 负的 负的 分子 期训前利润变化是负100% 分母从100变成400 是变化了多少 400.100除以100 是三倍 变化了300% 负100除以300% 负的3分之1 负的0.33 那我们现在呢 根据这一个例子 我把你最大最小值法 也给你讲完了 敏感系数 其实也给你讲完了 你会发现啊 这里面 最大值的数 求出的敏感系数 都是负数 最小值的数 求出的那个敏感系数 都是正数 同向变化的 敏感系数是正数 求出的都叫最小值 反向变化 求出的都是负数 求出的都是最大值 再说 什么叫做敏感 什么叫不敏感 当敏感系数 大于1的 就叫敏感因素 越大 绝对值越大 越敏感 像这个3.33 是这里面最敏感的 小于1的 绝对值小于1的 像这个 是不敏感因素 负0.33 什么叫敏感 它有一个微小的变动 吸食前利润 就会有个较大的变动 它们俩变动关系 是3.33倍之间的关系 你看 它有一个微小的变动 它就会有较大的变动 只有个杠杆的概念 而固定成本 扩大了三倍了 你看从100万变成400万 多扩大三倍 相当于变成原来的四倍 企业钱利润才会降到0 所以说就属于不敏感因素 那么咱再说 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DeltaQ这个情况 DeltaEBIT比成EBIT 除以DeltaQ比Q 那这是啥呀 这不是咱们第八章资本结构里面 学的那个 经营杠杆系数吗 对 经营杠杆系数 本身就是 欺骗利润对销量的敏感系数 这些知识就联动关系了 根据这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豆子工厂只生产一种加湿器 单价为20元 单位变动成本为12元 预计明年固定成本是40万元 产销量计划达到10万件 假设没有利息支出和所得税 要求是确定有关参数发生多大变化 使盈利转为亏损 求问每一个数 那咱看啊 基础你先算完 70元利润 等于 你多少件数量 乘以单位变迹贡献 单价减单位变动成本 减持这个 都是这个 减持固定成本 都是这个 是这个 那咱们先别看这个 答案 我带着你 再算一遍 刚才的例子算完 带着这个例子再算一遍 基本式子拍在这 昔时限利润 等于 Q乘以 P-V-F Q是多少 10万件 10万 乘以 单价20 减持单位变动成本 12 固定成本 40万 这是多少 10万乘以 80万 80万 80万.40万 等于40万 还是按刚才的逻辑 咱一个一个算 先算这个单价 你说单价变成多少的时候 单价求出的肯定是最小值 变成多少的时候 吸血钱利润等于零 你说 其他不变呢 10万 乘以 单价减去 单位变动成本12 乘以 减去 40万固定成本 来了 解这个式的 解批吗 40万能够去 除以14 4加12 是16 所以说单价 得出的一个值是16 你说它是最大值 最小值 最小值啊 20降到16的时候 吸血钱利润为0 最小值 这是单价 单位变动成本呢 0 等于 10万 乘以 20 减去V 减40万 来 算一遍 40弄过去 40除以10 4 20减4 16 V也是16 变动成本 求出的是什么 最大值 从12 变成16的时候 吸血钱利润为0 求出最大值 那咱们再研究Q 0 等于Q 乘以 20 减12 减去40 8乘以Q 等于40 40除去Q 40除去8 5 Q呢 直接变成5万 是吧 Q变成5万 是最大值 最小值 从10万 变5万 是最小值 同样变动的 都是最小值嘛 那最后 这个F 固定成本 0 等于 10万 乘以20 减12 减去 F F等于10万 乘以20 减12 那就是F等于80万 你说它是最大值 最小值 那显然是最大值嘛 40万 涨到80万 最大值 那咱们全求出来了 然后就这个题 咱再研究一下敏感系数 你说这个P的敏感系数 咱说 Δ Δ EBIT 比上EBIT 比上ΔP 比P 就是P的敏感系数 要是比上ΔQ 比Q 就是7%利润对销量的敏感系数 它也是金融杠尔系数 然后还有ΔV 比V 还有ΔF 比F 求这四个呗 不管是求哪一个 按照这个假设来说 这都是吸引线利润下降百分百 所以分子都是负百分百 求分母 来 你说Δ的P比P 是多少 它变成多少 16-20除以20 16-20除以20是多少 所以P的敏感系数是5 它俩一除 负号消掉是5 消除量 我这么写是方便 都在这里边除了 就是都是负百分之百 除以什么 消除量呢 从10万变成5万 预期减机期 5万减10万 除以10万 5万减10万 是负5万 除以10万 是负50% 负百分之百 除以负50% Q是多少 负百分之百 除以负百分之五十 是2 Q的敏感系数是2 得到V这个 从12变成16 16预期减机期 16-12除以12 4除以12 3分之1 4除以12 是3分之1 预期减机期 对 负百分之百 除以3分之1 那是3呢 因为它是负的嘛 下边是正的 所以是负3 V的敏感系数是负3 最后这个F 从40万变成了80万 预期减机期 除以17 变化了百分之百 上边负百分之百 除以正百分之百 得出是多少 是负1 F的敏感系数 是负1 好 没跟上的话 你暂停啊 自己去算 我前面已经带你算一道题了 就又来一道题算 你应该没有人不会了吧 然后你会发现 这里面单价是最敏感的系数 单价是最敏感的 7月前利润对单价的敏感系数是5 其他的绝对值都没有太大 其中这个固定成本是最不敏感的 绝对值才为1 各自的最大值最小值 答案在这 各自的敏感系数在这 老师你这个敏感系数 跟后面的那个最后那个答案算的方法不一样 对 这个方法你用什么都行 千奇百怪什么方法算出来 你只要算出来就行 咱再看 看这个答案 他是怎么算的 最大值最小是跟我的方法差不多 一样 就是把你想算的那个东西设成位置数 其他的落下来 7天利润降到零 就是临界点嘛 得出临界点的单价 这个单价你达的时候要知道 同向的是最小值 反向的是最大值 你达出降至16元的时候 或者单价最小值是16元 那你再看这个单位变动成本 7天利润为0的时候 他是为指数 其他都不变 变动成本算出16 再打上升至16元时 或者是变动成本最大值为16元 固定成本 7天利润为0 固定成本放在这 固定成本得出来 这个80万 这你自己看就行 这块我不需要带你里边 我让开点 你自己瞅瞅 因为是路不客 你要暂停的 你暂停你瞅瞅这个答案 最后销售量也是一个道理 得出是5万 然后呢 答 你最好别写他这个答案 你答出最大值最小值 因为他考的就是最大值最小值法 考试的时候你要答出 销售量是最小值5万 固定成本是最大值 是80万 你答出这句话 那再看 敏感系数的计算 咱刚才不带你算完了吗 就是目标值变化百分比 除以 参量值变化百分比 那说Y等于A加BX Y对A的敏感系数 你就是ΔY比Y除以ΔABA 对吧 目标值就是你最后要算出那个值 按照咱们这个式子里面 最要算出的值就是息息前利润 息息前利润对它后面那个QPVF的敏感系数 这式子就是Y对A的敏感系数 那第五章就是NPV对后面敏感系数 它是一个通式 一种方法 其中销售量的敏感系数 咱说ΔEBIT比EBIT 比上ΔQ比Q 它本身也是 经营杠杆系数 DOL 回忆第八章 那咱们看教材地体这个算法 考试的时候也可能会这么考你 咱先按照这个方法先说完 咱再说你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 说假设单价增长20% 单价如果增长20%的话 你看 20增长20%是24 你带到原试当中 原试我怕你忘了 原试是这样的 10万乘以20减去12 减去40万 等于40万 原试是这样的 你把24带进去 24一带进去 就是24-12万 12-12 然后减去40万 120万-40万 80万 单价上升20% 70前利润直接到80万 那单价上升20% 70前利润上升多少 70前利润不就上升 预期减G7除以G7吗 80-40除以40 等于100%吗 那单价上升20% 70前利润上升100% 70前利润变化率 除以单价变化率 它是Delta EBIT 比辰EBIT 除以Delta PE BP 等于5倍 这么算 可以吧 单价 对利润影响很大 利润以5倍的速率 所以单价变化 提价似乎是 似乎是提高盈利的 最有效手段 价格下跌 也将是企业的最大威胁 经营者因根据敏感系数 知道 降价每降1% 企业将失去5%的利润 每提高10%的价格 70前利润将上涨50% 那么对价格 要予以额外的关注 那你看 它算出是5 那我刚才用我的方法算 不也是5吗 咱们前面这个方法 来 不也算出是5吗 有什么区别 它假设是上升20%吗 你不信你换一个 你假设上升10% 你这么算 也是5 你假设上升50% 也是5 都一样吗 假设多少都行 这是一种正常的方法 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 是什么呢 奇奇怪怪的方法 有的是用那个 销售收入总额 除以西线利润 也能得出来 20乘以10万 20乘以10万 是多少 200万 200万除以40万 等于5 对吧 200万除以40万 这个方法也能做出来 但这个方法我没教你啊 我没给你写的讲义 原因就是啥呢 它不属于通识 每一个都有单独的方法 那就是属于取巧的方法 如果你单独把它背起来 那作息速度会很快 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呢 因为有些同学是研究生 读过这个相关专业的 什么经济学呀 什么财务管理学呀 你们研究生教材里面 有过这个东西 如果你之前学过 或者是中级你们考的时候 那个老师教过你 然后呢 你背的很熟 那你就直接用 不是错的啊 那个可以用 只要能算出来 你怎么弄都行 这块方法有很多种 但是呢 对于零基础小白来说 我说 你的公式记得越少越好 记得多了 没乱 没窜 而且那种推导出来的那种 最终式子 不利于你去理解它的本源 它的本源就是 你设它增长多少 然后看 吸血利润增长多少 它俩一除 就得出这个 那我教给你的方法呢 其实应对选择题非常简单 为啥呢 你为什么要设它增长20%呢 你设它增长一个百分之多少 是适合这个数据的 不就合适了吗 更好了吗 比如说这道题 我给你假设的是 期限利润 直接下降百分之百 它下降百分之百 那我研究的是单价 倒是上升多少 还是下降了多少 那最后 就是负百分之百 除以个负百分之二十 等于五 直接吸血利润降到零 不就得出了吗 好做呀 因为这种方法呢 如果这道题还问个最大最小值的话 你下降百分之百这件事情 还能顺便把最大值最小值也算出来 那么省事了嘛 所以一般来说 吸血利润利润就最终那个目标值 下降百分之百 式子直接来一个零 等候后面来一个零 再解这个式子 方便省事快 有的时候呢 我们做题的时候 就以前考过题 说那个单价是八元钱 变动成本是七块二 销售量是多少 咱不用说了 物理成本咱也不说了 就这个式子 你说你设多少数 你也像这个例题里面说 设单价增长百分之二十 八增长百分之二十是多少 7.2增长百分之二十 单位变动成本增长百分之二十是多少 7.2增长百分之二十 你想想这个数多难算 可不好算 那你输不如怎么着 单价设下降百分之十 单价如果下降百分之十的话 八下降百分之十 八乘以百分之九十 7.2 减去7.2 那这个元素直接就为零了 最后呢 吸血液利润就等于 负责固定成本 就完了呗 然后咱再看那个吸血液利润 变化率是多少 然后一除以这个负百分之十 就得出这个单价的敏感系数 你设这个百分之二十也好 设百分之十也好 还是像我刚才跟你说 那个吸血液利润直接设下降百分之百也好 目的是干嘛 算起来快 他这个数据是什么样的 你配合他这个数据是设置 省事方便快 那当然这是选择题 有的时候他那个大题特别气 大题直接这么问的 你像这道题他问的什么 咱看一看啊 哎他没问的 直接说试求出有关参数 多大变化 或者试求出他的系数 那这个是很省事的 你爱设多少设多少 你设百分之二十 设百分之十怎么设都行 但有的时候考试的时候 直接这么要求你的 请你假设每一个参数变化上升百分之十的时候 吸血液利润对各因素的敏感系数 哎 他的要求里面直接让你设百分之十 就直接考你这种方法 那你就只能按他再来啊 他让你设百分之十 你就得设百分之十嘛 你怎么算省事你都不能算了 他让你是多少是多少吗 出题人是爸爸吗 所以啊 应对选择题 那用我刚才说的任何种方法都行 你单价下降百分之十 配合这数 你还是吸血液利润下降百分之百 直接算 省事怎么省事怎么来 但是要是计算题 他可能会要求你设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十 那你就按他的来啊 怎么都可以 像这个单位变动成本 增长百分之二十 这是例题 他要求你设百分之二十 那好 他增长百分之二十就变成14.44 你说这数多不好算 你选择题肯定不会这么干的 对吧 但按照这个来 变动成本设进去14.44 这么一减 得出单位变迹贡献 这么得得得得得得出来 这个利润是十六万 好 十六万 相对于原来原生市 这个四十万 70线利润上升多少 预期减机器 除以机器得于百分之六十 负的 十六万相对于四十万 上升了负百分之六十 就下降百分之六十 你负百分之六十除以 我们单位成本的变动 百分之二十 上升百分之二十 这么一除 得出负三 是不跟我墙面做的一样 你看 跟墙面这个单位变动成本 用信息定率下降百分之百 算单位变动成本变化多少 这么一除 当时用的是哪一个数 是这个数和这个数 一除 也是负三 哪个省事 用哪个都行 然后呢 还有一些什么 邪魔鬼祟的方法 什么邪魔鬼祟 就是你们可能学研究生教材啊 用那个负的变动成本总额 负的变动成本总额 除以 息息息利润总额 也能得出来 负三 咱看啊 变动成本总额 是啥 原生是啊 看这个是原生是 负十二万 负一百二十万 负十二乘以十万吗 负一百二十万 负一百二十万除以四十万 得出负三 负一百二十万除以四十万 等于负三 也能得出来 但这个 是特殊公式 你如果是这么记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敏感系数 学起来 它就不是一个通用式了 你会记出 很多这种零散的公式 我没教你啊 讲义你没放 只是提醒你 有些同学在上大学的时候 学过这种公式 你如果背的非常熟 你就用你大学的公式 没有问题 提高作题速度 因为你背过 但是如果你是零技术小白 你没背过 你就别用这种散世的 记公式太多 容易乱了 看单位变动成本 对利润的影响比单价要小 单位变动成本每上升1% 利润都相当于要下降3% 但是敏感系数绝对值是大于1的 说明变动成本的变化 会使利润有个更大的变化 它也是个敏感因素 经理人也应当予以关注 比较敏感 只是没有单价那么的敏感 那么 根据这两个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同向变化的参数为正数 反向变化的参数 系数算出来是负数 只要这个系数绝对值大1 它就是敏感因素 小1就是非敏感因素 固定成本 这个敏感程度 固定成本上升20% 还按照它这个方法一贯下来 那就是48万 把48万带进去 稀缺前利润算出的是这个32万 相对于40万下降了多少 预期减G7除以G7 得出负20% 固定成本上升20% 系统天利润下降20% 它也除了负1 所以说固定成本上升1% 利润下降1% 销售量的敏感系数 还是销售量上升20% 变成12万 12万带进去一成 系统天利润变成56万 预期减G7除以G7 它是散开写的 你最好是脑子里装这个式子 它同时也是经营杠杆系数的原生式 这个求出40% 上面是40% 下面是你设的吗 20% 这么一除是2 就本地而言 影响利润的诸因素中 敏感顺序分别是单价 单位变动成本 再次是销量 最后是固定成本 它不是按照数字的大小排的 它是按照绝对值大小排的 单价是5 它是3绝对值 它是2 它绝对值是1 那么5 3 2 1 敏感系数按绝对值大小 往下排 哪个是敏感因素 越大 绝对值越大 敏感 性越强 那按照这道题 它又画成一个表 这个表呢 对于考试来说 不是那么的重要 是方便你理解的 说 各个项目的变化率 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销量 单价变动10%的时候 你看 这里面数代表的是吸血线利润 吸血线利润会变成20万或者是60万 这是上升10%下降10% 上升到20%的时候 假如看这行 固定成本上升20%的时候 吸血线利润会变成32万 下降20%的时候 吸血线利润会变成48万 然后比如销量呢 销量上升20%的时候 吸血线利润会变成56万 下降20%的时候 吸血线利润会变成24万 然后紧接着教材把这张表 又给你变成一张图 然后说这个图好乱 就是一听 考试的时候 这个表不是很好考 这个图也不是很好考 咱看啊 这个图是啥意思呢 他想画成个三维图 但是二维平面展示 三维图的不好展示 他就弄成个这么个玩意 来 横轴表示某一个元素 他变化率是多少 往左是往小了变 往右是往大了变 这条线呢 就是单价的变化情况 单价变化之后 纵轴呢 代表着是利润变化的情况 好 假如 单价不变 那利润 原封不动 在原地 这是原点 甚至这个图 连原点都不好找 这是原点 这是原点 咱看他 假设单价 单位变动成本 还有什么销量 固定成本 他们都不变 那咱们吸气线利润 求说是40万吗 要变呢 变化20% 咱刚才求出来了 单价变化20% 吸气线利润会变成80万 销量增长20% 会变成56万 固定成本变成20% 会变成32万 单位变动成本 上升20% 吸气线利润会下降到16万 变成16万 对吧 他就画成这么一张图 那同样 他反过来说 如果单价 单位变动成本 什么的 下降20% 吸气线利润是多少 多少 他没写数 那这条线 就代表着什么呢 当单价有不同的变化情况的时候 他对应的 吸气线利润是多少 咱假设是这个点 可能对应的是 单价变化12% 单价变化12%的时候 来找 利润变化百分之多少 变化可能560% 咱不知道 这块没写 我只是举个例子 汪佑找 是找到 7000利润变化到多少元 可能是60多万 70多万 不知道 就这么一张图 显示的是什么呢 利润 和各参数变化的关系 因为单价 它这个敏感系数最高 所以说 这条线 跟这条边的夹角越小 这有这么一句话 记住这句话就行了 这个图应该不会 才考太细 这些直线 与利润线的夹角利润线 是这边这个中轴 夹角越小 对利润的敏感程度越高 这些线 跟利润的夹角越小 你看啊 假如找一条线画横了 这夹角最大了吧 直角了 那么就相当于 当这个因素 参量变化百分之多少的时候 利润都没有变 这上下是变吗 变50%变100% 它随着增加10% 20% 100% 利润都不变 那这就是不敏感因素 那如果画一条线 这个夹角都这样了 那相当于 它有个微小的变动 利润直接到这了吗 利润直接到零了吗 它有个微小的变动 利润直接上天了吗 所以说 这条线与利润线的夹角越小 越属于敏感因素 那注意选择题 这句话就差不多了 这个图应该也不太会考别的 这是一个神奇的图 这些直线与利润线的夹角越小 对利润的敏感程度越高 记住这句话 好 紧接14年调题 豆腐工厂只生产一个陶瓷玩具 担价无 担价敏感系数无 什么意思 担价变化10%的时候 细缺利润变化50% 5倍关系吗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 豆腐工厂盈亏平衡时的产品担价是多少 盈亏平衡时 在问什么 盈亏平衡时不就是细缺利润下降100%吗 德特EBIT比上EBIT 下降100% 那不就是这个70天利润的变化率是负100%吗 是这个逻辑吧 70天利润的变化率是负100% 问 担价的变化率是多少 没有多少 德特PVP 这个是5 他是负100% 问他是多少 他下降负100% 那他得下降多少 20%吗 负20%就可以了 这出完不就是5吗 当西施田利润下降100%的时候 担价得下降20% 那担价从5下降到4不就行吗 5下降20%是多少 5乘以80%吗 4 这就是敏感系数和盈亏平衡之间的联动 所以说为什么刚才我讲的时候 总跟你讲西施田利润下降100% 因为西施田利润下降100% 可以联系很多值点 他下降100%变成0 本身就是球最大值最小值的 本身他就是薄本点 他跟很多事有关系 像咱们教材里面举那例子 什么上升20%那种设置 那是就是为了算敏感系数的 他跟别的值点没法联动 很多情况下 你在做选择题的时候 有一个意识 把西施田利润下降100% 去做这条题 你会发现无意间能 解开好多其他的联动值点 比如说这个盈亏临近点 盈亏临近点 来看11年这条题 这条题又让呢 斗勒工厂只生产一种陶瓷玩具 西施田利润是2万 单价敏感系数4 单变动成本敏感系数2.5 负的 销售量的敏感系数1.5 固定成本敏感系数0.5 负的 在这说话中正确的有 首先 A 上述影响西施田利润的因素中 单价最敏感 你看吧 绝对值最大那个嘛 对呀 单价最敏感 固定成本最不敏感 固定成本都小为1了 不敏感因素 它是绝对值里最小的 A简单 B 它是个多简体啊 你选择A没有用 B 当单价提高10% 时候 西施田利润将增长 单价那你得找他 他提高10% 西施田利润将提高4倍吗 他的4倍吗 那个40%吗 所以 西施田利润提高40% 西施田利润多少 他提高40%是多少 成吗 2万乘40% 200乘以40 24到8 8000 对呀 C 当单位变动成本的上升 幅度超过40%的时候 企业将涨要亏损 单位变动成本上升40% 找敏感系数 负2.5 你说 西施田利润变好多少 咱们看从数理逻辑上 你不太好分析 是吧 那咱写式字吗 得是EBIT 比上EBIT 比上得是V V 这个是怎么说 负2.5 他说这是多少 上升幅度 是40% 你说他是多少 他除以他等于他 那他乘他等于他 负2.5乘以40% 负的100% 所以他是负100% 所以变动成本上升40% 西施田利润下降到0 转为亏损 对呀 ABC 应该是很简单的 你只要学得到位 除非想多了 否则都能选出来 但这道题选了什么 ABCD应该是 看一眼 对ABCD 这个D是非常难的 然后你再看这个解析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 奇奇怪怪的公式 经营钢尔系数等于 1除以安全变积率 你学过吗 没学过 老实你这个没讲过呀 应对不了 这要提 这要提 我不 咱用原生事实能推出来的 如果这种奇奇怪怪的公式 你都想学 好 那回头我在微博上 给你出物一关 我让你背 本量力相关的公式 100个 你背吧 这就叫奇奇怪怪的公式 回头你做财务总监的时候 开大会 生产部 报生产产量 销售部 报销量 老大问你 我们家什么 金融盖尔系 我们家什么什么 你问一堆 你等会的 我犯A4纸 这个公式应该用第78个公式 记 呵呵 你得用职业判断 去研究这种问题 你不要就是背这个公式 公式多 不利于考试 而且不利于回头 你塑造自己的黄金身价 我讲课从来都是 能不背公式 尽量不背公式 你要是想查了什么 本量力公式大权 你自己摆录一锁一堆 很多老师在这块给你列了四五十个 他列四五十个的其实都不全 也是他那个精心筛选过的 你可以弄出一百多个 来 说这个安全编辑率 问到66.67% 这是什么 跟系数有关系吗 安全编辑率 你能联想到的 我们的直接直接的支持点是什么 那不就是那个图吗 对吧 安全编辑率的图 既然他说66.67% 你说那个图大话 是不是这是收入 这是总成本线 他说安全编辑率是66.67% 那这是2 这是1 整体是3 对吧 整体这是销售收入是3 这是2 这是1 这安全编辑不就是2% 66.67% 你先把这个图按他这个画完 之后分析 这里面是不是这样 你会发现 跟这有关系的 要么是销售量的事 要么是左边这部分 固定成本的事 咱可以通过这个数分析 也可以通过这个数分析 咱先说固定成本 是负0.5 你在这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些 变化的关系 咱看 固定成本的敏感系数 是负0.5 意思是什么 Delta EBIT 比成EBIT 比成Delta F 比F 当于负的 二分之一 对吧 或者是负的 50% 对吧 那意味着什么 固定成本增加多少的时候 吸血钱利润会下降到零 固定成本 每增加10% 吸血钱利润下降多少 下降5%吧 变化率是50%吗 来 他每增加10% 他下降5% 对吧 这样的话才能算出这个负50%出来 这不负5%吗 这不10%吗 这么一算负50% 对不对 固定成本增加多少的时候 吸血钱利润会下降0 增加到200%的时候吧 吸血钱利润会下降到 负100% 来看 固定成本增加200%的时候 吸血钱利润会下降负100% 这才求完是负50%吧 才是负0.5吧 那固定成本增加200% 这一部分 是不是编辑贡献恰巧满足固定成本 这一部分的编辑贡献提供了利润 对吧 才叫安全编辑吗 假如固定成本增加200% 等等 正好利润是不是都没了 固定成本增加200%等等 翻一倍 翻两倍吗 增加200%吗 那利润不就正好都被他顶没了吗 最后编辑贡献全版都固定成本去了 那你说 这个图合理不 能配上这个事不 能配上这个负5%吗 对吧 固定成本增加200% 吸血钱利润为零 那么不就说明固定成本现在占整个收入的33.33%吗 所以安全编辑率是66.67% 安全编辑率是这部分的 这个图和这个指标配上来 那这个D选项就是对的 用这个方法可以吧 那销出量的敏感系数1.5 有一个道理 ΔEBIT 比上EBIT 除以ΔQ 比Q 这个算出的是1.5 是吧 1.5这意思是什么 是不是上面是150% 下面是100% 我说你就给它转化成 吸血钱利润和下降100%的时候 那个公式 如果吸血钱利润下降到100% 下降100%不是下降到0吗 下面这数是多少 等于它 你说太太 是不是-66.67%呀 这不二分之三吗 这不也二分之三吗 是不是得这样 那就是销售量下降到66.67%的时候 下降到66.66% 不是下降到 是下降了66.67%的时候 利润 柳盈为亏为零 那不就是安全边际66.67%吗 销售量下降到 下降了66.67%的时候 利润为零到保本点 销售量下降到这的时候 利润没了 也可以做吧 根据这个 你想办法把这种式子的分子 吸权利润都给它变成负百分之百 很多事跟本量利润的图 或者跟最大最小法的图就联系到一起了 然后你再看 如果它下降百分之百 那么销售量下降到66.67% 那么不就是安全边际66.67%吗 老师你好像说这些好复杂啊 不如这个公式方面 那你就别这个公式 你知道这道题恰巧用到了这个公式 还有别的题呢 公式好几十个呢 背不过来了 太复杂了 你用最原生的式子 是完全能解开它的 那新的问题 老师 你这个有点先射箭后花板的意思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跟它和它有关 你怎么不拿变动成本和单价取代呢 你可以啊 是确实做不出来啊 但你可以干嘛呢 你把单价这个东西全列出来 单价的敏感系数 是什么 不是四吗 那就是百分之四百呗 下面是百分之百 对吧 你给它都给它列成什么呢 吸权利润下降百分之百的时候 单价变化多少 单价应该是-25%吧 是吧 这才能求助四吗 单价的敏感系数是四吗 你把单价的也列成这种 你把单位变动成本的也列成这种 消除量也列成这种 然后呢 固定成本的也列成这种 全列完了之后 你再找哪个跟它有关系吗 其实你全变成这个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关系最多呀 啊 销售量下降百分之六十六点六六的时候 吸血钱利润就没了 单价下降25%的时候 吸血钱利润就没了 你说哪个跟这个安全编辑有关系 你很自然就想象到销售量跟它有关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开始我讲公事的时候 就跟你联系 吸血钱利润 下降到零 下降百分之百 用这个方法去算敏感系数 很多事就能跟本价利润联系到一起 跟最大最小联系到一起 你就都会弄的 啊 如果非要背这个公事 可以打 对吧 没有关系 也有一些同学呢 在上大学的时候 或者研究生阶段 他是这个采管专业的 他可能背过这种细碎的公事 你找着当年的教材 就再背一点 也可以 因为你当年背过嘛 捡起来也容易 也行 问题不大 这块啊 瞧瞧大陆通过码 你也不要在微博里问 老师 我用了一个别的方法 给做出来这个 不是我这两个方法 可以 只要你能算出来 结果能对上 颜色可能对上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四则运算 加减乘数 没有超出很复杂的一些什么运算 带log啊 带指数啊 没有 只要你通过四则运算 然后再解釋一下 两个地方 似乎的伤感 买了 皇带指数啊 前立抗 你不得 十分之后 你能把我 看这次 带指数啊 我